and believe in yourself, believe in your true beauty 你是獨一無二的 Hi,Lokiです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不是關於畫畫的事 就是如何成為一個有自信的人 我收過很多不同的留言 他們就覺得我很勇敢 所以我很希望我今天可以和你們分享一下我一度以來的故事 我怎樣可以站在這裡這麼公開地和你們分享我的畫畫 無論你是什麼年齡層 可能你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覺得為什麼別人可以這麼有自信、這麼有力量 而我自己是看起來這麼渺小呢 我現在就想跟你說三個方法 我是怎樣去培養自信 怎樣去提升我的內涵 第一個呢 就是 你停止比自己和其他人 分享我的故事 我以前就是一個比較暑 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很高 家人也對我的期望很高 所以我也進入了一個不錯的中學、小學和大學 當我在學校裡面 我在每一個分數都跟別人去比較的時候 我慢慢就對我的自信心是直線下降 我不再對我的成績有任何的期望 雖然我真的很想有一個很高的分數 過去這一年來 我完成了公開考試之後 我才開始發現 Stop comparing myself to others 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重點 其實你自己就是你自己 You are unique And you are your true beauty You have the power to empower yourself 一些社交媒體裡面 會看到很多五歲神童 鋼琴、演奏級、循迴表演 可能在A方面 你和別人還有一些差距 但在B方面 你是比他厲害的 如果你和一個五歲神童比 你懂的字一定比他多 你的優點 很多時候就會被忽略了 當你去停止了比較的時候 這個是對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幫助 例如我會停止在學業方面和別人比較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不是我的專長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畫畫、藝術、顏色、說話 我喜歡去和別人相處 去把我自己的正能量帶給別人 和貢獻這個世界 我認為這也是我的優點 你根本不需要去和別人比較 let go of all the label you have given yourself 你走的每一段路 做過的每一個決定 都是屬於你自己一個人的 每一個人是和你的 life path 是一模一樣 每一個人是和你的 長相一模一樣 父母一模一樣 朋友一模一樣 你自己就是一個特別的人 人家可能沒有的東西 但是你有 free yourself from all the 你的negativity all the comparisons 你就會有自信 去到第二點 你要放大你自己的優點 可能你的優點你不會覺得 可能你的優點不是技能上面 你的優點是你的脆和 你的kindness 你的大方 可能別人對你的一些讚美 你是overlook了 而focus了在你的negativity 你不是你的缺點 而你是你的缺點和優點 對嗎 當你放大你的缺點的時候 不是放大你的優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重獲新生 對 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外向的人 我也沒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在現實生活裡面 我也沒有運動細胞 但是我知道我的技能 我天生的一些擅長的東西 就是畫畫 藝術 將我的正能量去散播給這個世界 貢獻給這個世界 這件事就會令到我相信自己 我相信自己在畫畫的每一個決定 那當然會有up and down 不斷去提升自己 不斷去學習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 如果我可以 你又有手有腳有腦 你也可以的 第三點 就是 take action 這個行動 很遠 這個世界是沒有用的 這些很多世界所有的東西 他們的言行 你都是沒有辦法去控制到 那為什麼你不控制一些 你自己可以做到的東西呢 當你每一天花了十分鐘 做喜歡做的東西 或者是你學習到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自己原來 可以做的是更加多 只是 躺在床上 讀IG 打遊戲 玩電腦 原來你可以有更加多的技能 是你沒有想像過你可以做到的 You take action for yourself You know your self worth 原來我自己是一個這麼可靠的東西 慢慢去有成長 可以 achieve到的東西 是比想像中更加多的時候 這個東西會改變你的生命 更加有成功感 更加有動力堅持下去 你自己不是你想像中那麼要少 你是有力量的一個人 而我很希望我的故事和我的分享可以 傳到你正能量 不需要去覺得自己很自卑 因為你自己是有能力去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更有自信 更美麗 更有內涵 更有力量的人 You are yourself and believe in yourself believe in your true beauty to the things that you love You are unique 你是獨一無二的 你只要在這個世界上面 還有一口氣 有手有腳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這是一個優點你要去 embrace Embrace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Embrace yourself Embrace your power And go for your dream 這三個東西就是我成為有自信的人 三個很重要的道理 我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幫到你和你去解決到你生命中的問題 還有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like我的影片 分享給更加多的人 令到更加多的人都會認識到這一份正能量 提醒所有的人去愛自己 去相信自己 那大家一起加油 那我稍後呢 除了滑滑之外 我還會可能分享更加多心靈雞湯 或者是正能量給大家的 那大家記得下雨啦 拜拜